一台机车突然从左边杀出 下一秒撞上小货车后摔车 后面机车骑士闪避不及跟着摔倒 这起惊险追撞车祸发生在 桃园巴德15号早上7点左右 当时正值通勤尖锋时段车辆众多 40岁理性机车骑士行经广幅路时 超越前方的机车后 疑似车速过快刹车不及 撞上围停在路边的小货车后 谈飞重摔倒地 跟在理性骑士后方的两部机车 来不及闪避惨遭波及一起摔车 据了解四位当事人都没有酒驾 网友看到惊险画面后表示 宇宙急得倒霉 再抓呢 至于事故原因和相关照折 仍待警方釐清 记得刘志展张志仁桃源报导 实际上 结合 第三颗 接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